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公共的單車 來個深度的大阪旅行 昨天台灣人在藥妝店真的是一袋一袋在買 裡面除了各種藥品 鹽藥水之外還有荷麗他命 真的都有效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 我是李宗盛 我們今天能來到大阪的梅田 那我們現在在大阪梅田站前面 這也是我第一次在日本使用公共的單車 然後想要來一個深度的大阪旅行 但因為前幾天我們去太多趟大阪城了 所以已經有點膩了 但今天我想要帶大家去看不一樣的大阪 所以我們待會可能會騎著我們剛租借道的單車 然後來去一些比較知名的景點晃晃 OK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行程 GOGO 對了 後面這邊是大阪的藍天大樓 應該也是大家蠻有名知道這個地方可以看夜景的 就是這邊 好啦 出發 很大都要 UVA 有那麼大可能 覺得不是大羽群 不明不明 幸好 現在還是下記了 不是靠近了 我們每天都看高了 我們都看測了 台車 是吃老闆 沒有人的 在大阪騎車的感覺還蠻棒的耶 可以騎在很舒服的城市當中 好讚喔 這藥妝店 我們昨天經過的時候 剛好遇到一台台灣的遊覽車 昨天台灣人在藥妝店真的是一代一代在買耶 裡面除了各種藥品、眼藥水之外還有荷力他命 真的這麼有效嗎?太厲害了吧 這裡就是大阪的梅田車站 這裡也是一個大阪很重要的交通樞紐 就是超級多要去其他地方的轉運點都要來這裡搭車 所以這裡的人流 我們前幾天剛好來的時候是天皇誕生日 那天滿滿的人耶 上面那個天橋是全滿的狀態 超級多人 就是上面這座橋 出發 今天這邊感覺好酷喔 超一間車道 今天就是三電街 這裡也就是梅田的板吉百貨 板吉百貨這邊也超多可以逛的 然後我們那天去裡面 就是也有買到 赤福 也就是我們 帶起的新一批蜂巢 吃赤福 紅豆麻吉 然後這邊就是板吉的商店街 這邊商店街也是 很好逛 然後很多人 觀光客一定要來的路線 這天已經 因為住在這附近 所以來了兩三趟 帶大家來看一下裡面長什麼樣子 那種商店街 這種商店街是非常道地的 有各種味 各種產品 然後 然後 發行各店 然後 都在這邊 好 旺 旺 旺 弟 呃 你 鑽 呃 呃 章魚燒吧 現在如果來大阪可以看到 他們到處都在翻新城市 因為他們2025年要辦萬國博覽會 所以從機場一路到城市裡面都可以看到很多正在翻新比較老舊建築的蹤影 在大阪這樣的天氣騎單車其實蠻舒服的 因為有一種很自由的感覺 就是你會覺得好像騎車 比走路啊或是搭電車的速度 再快一點然後要去哪都可以去拿 就是還蠻自由的感覺 不然走路的時候走很久然後到電車 就都看不到周圍的場景 這段時間天氣很棒 騎起來超舒服 黑門市場到了 我們要來的第一個景點 OK我們現在人到了黑門市場 這邊有超級多很道地的 就是你看旁邊都在烤A5和牛 還有海鮮 甚至有很多就是餐廳名店都在這邊 但我都不能吃 所以我們下一個景點 GO GO 我們現在在這邊就是日本橋 算是大阪的秋葉原 這邊全部都是賣電器類的東西 OK 接下來我們要往通天閣前進出發 通天閣本通道了 這裡就是大家會來的景點啊 有沒有看到通天閣就在這邊拍照 騎單車從每一天過來 有一點點小距離 可是順順的這樣沿著路上騎也是蠻舒服的 這條路呢也就是在通天閣旁邊 算是一條昭和感很重的一條小街 而且有很多各種商店 我們來玩一下這個啊 OK我們來玩一下 日本味很重的 好重 OK我們剛剛騎了一圈 繞到這裡也算是繞到南坡車站 算是很大的站 就如果你從關西機場要來 就是梅田啊大阪這一塊的話 一定會到南坡然後 難坡 難把 然後再轉運到其他地方 然後我們剛剛就是繞到那邊之後回轉回來 喔還有到通天閣 然後回轉回來之後 這邊算是跟剛剛新災橋道頓窟是 平行但不同的方向 我們剛剛是這樣過來 然後我們現在繞這樣回去 其實沿路啊騎著單車然後這樣走 我覺得風景還蠻好 而且騎單車的人其實很多 然後路邊其實也蠻多地方都有設置 可以讓你稍微停車的地方 我覺得如果大家偶爾有來 就是大阪的話 如果真的有一天行程 不知道安排什麼 我覺得可以透過單車 然後這種租借的方式 來做一個很深度的旅遊 我覺得算是 教練教練我要操啊 我覺得大阪啊好像有規則 又好像沒規則 跟東京來講真的差很多耶 我覺得這有點像 因為我們剛剛其實很多地方 順向或逆向沒有很明確 可是有些人在順 我們一開始都很照規矩的順向走 但發現很多單車也是逆向 甚至很多人也按我們喇叭 或是 就是比較有一些人情味啦 沒有這麼 一板一眼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大阪算是比較 大家來可以不用這麼拘謹 不用擔心會不會哪裡做不好 可能 當然還是要有 那種就是 該有的規矩啦 你不要在那邊亂搞別人嘛 不要造成別人困擾 但我覺得這邊是比較放鬆的 好那我們就準備繼續往前進 那最後還是要跟大家介紹 如果你們想要來租車啊 其實我們這次也下載了兩個APP 第一個APP是失敗的 就是我們租了很久 發現大阪這一區 有車子 但不知道為什麼我們就租不了 只能在東京那區 然後我們這次租的這個算是 也是跟日本當地的朋友借手機號碼 因為我們手機都沒有開啟那個漫遊功能 所以它可以綁定台灣的電話 就是可以加886 可是你收不到簡訊 所以就沒有辦法通過驗證的這一環 好啦 那對了 最後是它的那個單車的價錢 我記得沒錯的話 它應該是一個小時60塊日幣 應該說半個小時60塊日幣 然後所以一個小時才120塊 超便宜 價錢來講應該跟U-Bike差不多吧 但騎著這樣繞一整圈 而且還是電動的 雖然他們其他兩個沒有電動 但真的我覺得對於 不用一直坐車走去來講 騎車自由很多 好啦我們就慢慢騎回去 然後帶大家看一下 準備夕陽西夏的大阪城 對了大家剛剛看到我們去騎 就是歐沙卡街頭這支影片呢 全部都是有使用360拍出來的喔 他們接下來呢 也在春季推出一系列的優惠 如果大家對於購入Insta360 或是拍出像我們這樣四角有興趣的話 趕緊訂閱下方資訊欄連結 最重要的是 像我們這次來超方便的是 使用它這個單車夾扣 就可以直接夾在我們剛剛租的這個共享單車上 你就不用擔心說 騎車的時候沒有人幫你拍出很帥氣的照片 用這種夾具呢 就可以拍出第一輪車的四角 就很像前面有一台攝影機 跟著你再跟拍 掰掰 到這裡 那時候去拍攝 我們再拍攝 我們要拍攝 一個最快的感覺 這個就是小小小小的 也不是很快的 我們要拍攝 我們要拍攝 好幾乎 我們要拍攝 還有一個很快的 我們要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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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